早安 弟兄姐妹 感谢主的恩典 那这个路加福音差不多要读完了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见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那我们真的充满了感恩的心 看见耶稣在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他为着我们所付出所摆上的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是22章 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6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耶稣出来照常往感染山去 门徒也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于是离开他们 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说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识 只要成就你的意识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诸如同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免得露了迷惑 我们看见在我写的导读本里面 他就讲说那一天是那么的安静 那么的安静 是一个很安静的夜晚 但是在克西马尼院里面 却发生了一场非常惨烈的 的属灵征战 阴府所有的军兵都竭尽一切的力量 他们发动台山倒海的总攻击 然而就在这边这么紧要的关头里面 门徒都睡着了 他们丝毫不知道 十字架的征战已经正式展开了 地狱之子 卖耶稣的犹大 正率领的兵丁前来捉拿耶稣 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独自一人 那弟兄姐妹 这也是跟先知的预言一样 他都独自揣九诈 他一个人 他三次浮在地上 汗如雪点滴在地上 那耶稣是不是真的很 因为很惧怕死亡 那我这个 其实这是一个奥秘 那耶稣不是真的 他面对这个死亡 不是惧怕 而是因为他要接受那一个碑 那一个碑 那一个碑使他站立不移 使他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汗如雪点的滴在地上 这碑代表什么 当然是跟十字架有关的 可是呢 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体验 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 我们最多只知道 十字架的那个痛苦临路 但是我们不能明白 当主成为我们 为我们成为罪的时候 这一个圣经说 他不知道罪 他没有犯罪 他也不知道罪 那但是在这个时刻 他要与神 也他的父永远的 在那个时刻里面 就是被分离 这个痛苦 是我们不能了解的 因为我们 我们生下来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 这一个虚语的 这个分离 就造成 耶稣基督 那个痛苦 是远远超过 十字架的痛苦 那这一个 耶稣一生都是称神 是他的福 只有在十字架上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那这就是 耶稣所在他生命当中 所没有办法承受的 但是 弟兄姐妹 无论如何 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 在神的面前 承担了这一切 说实在 人 怎么犯罪 怎么犯罪 神从来都没有 离开过我们 如果他离开过我们 一下子 我们就已经完了 那但是 我告诉你 就是 神从来都没有 离开任何一个人 即便我们 抵挡他 我们甚至 在他面前 悖逆到基点 神都没有离开 任何一个人 但是当耶稣 承担了 全人类的罪的时候 耶稣真的 就被神弃绝 就被神弃绝 那这是一个 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 可不过 耶稣那一天 在克西玛里面 他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 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那天在克西玛里面 传出来 主耶稣祷告的声音 是那么的弃绝 但是却是那样的坚定 那你知道 亚当曾经代表 全人类 悖逆神的旨意 可是主耶稣那一天 他代表全人类 向神宣告 不要照我的意思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就是因为这个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神面前 可以重新被接纳 被得着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我们天人的生命是什么 就是要成就我的意思 不要成就神的意思 当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我们只有想的就是 成就我的意思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意思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意思 常常就叫我们远离神 背离神 我们跟神的旨意 常常都是错开的 求主恩待我们 就为什么 我们开始 在教会里面 上帝叫我们学习顺服 在家里面 教导我们怎么样 顺服我们的父母 顺服我们的丈夫 那弟兄姐妹 这都是我们 跟我们的天然生命 是非常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顺服是带来给我们 以及多少多大的祝福 你看见 在欧洲 在美国 为什么那个疫情 那个冠状病毒 为什么散布的 这么厉害 这么快 为什么 因为那里的百姓 他们不听的 他们不愿意听的 叫他们留在家里 他们就是不可能 要接着 就说 遛狗可以 他就天天 从早到晚 就带着狗出去 那只是为了 所以那个市长 气到不行 他说 怎么回事 你们的狗 是得到社户腺病吗 怎么会这样子 一天到晚 他说 以前你们有这样 天天就要带着狗 出来散步吗 我们就看见 其实不是 就是一个不可能的 看见 在美国现在 哇 很多的州 哇 说这是我们的民权 你不可以把我们 关在家里面 那弟兄姐妹 看见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看见 受苦这是谁 其实是他们自己 是他们自己 那我们看见台湾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当然这些政府官员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 他们的努力 他们努力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看见 这个台湾的百姓 都大多数 绝大多数 都是非常的 遵守规定 要洗手 就好好的洗手 要戴口罩 就好好的戴口罩 那结果 谁得到 得到祝福 谁得到 得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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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免呢 弟兄姐妹 看见 顺服的人 就得到 极大的祝福 那倒不是说 那这个 服侍又怎么样 不 弟兄姐妹 放下我们的旨意 遵从上帝的心意 在我们的服事 的过程里面 上帝也是 借着教会来训练我们 训练我们 我相信 有很多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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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的领袖 告诉我们要做的事 其实不是我们很想要做 不是我们很 很愿意 很乐意去做 但是弟兄姐妹 当我们服下来 我们开始学习 放下我们自己 那结果 弟兄姐妹 就看见 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被提升 而上帝就越来越能够 越来越能够信任我们 把更大的事 交托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感恩在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你知道只有神的旨意 是什么 神的旨意 在罗马书十二章 告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查验 何谓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的旨意 可是神的旨意 要怎么样 进到这个善良 存全 可喜的旨意 就是我们终于可以 找到神 在我们生命当初的命定 弟兄姐妹 就透过 不断地 不断地追寻 怎么样去查验 是不是神 出于神的 那个善良 存全 可喜的旨意 就是我们不断地顺服 你顺服 你就会 进到上帝的心意的里面 你的人生的命定 就能够开始展开 不要相信 你的感觉 不要相信你的感觉 上帝 把你的鼠邻 你就摆在你面前 绝对是有原因的 上帝不会 随便摆一个 莫名其妙的人 摆在你面前 那即便他是莫名其妙 上帝也有他美 美好的计划 在你的身上 我们服下来 弟兄姐妹 我们不负我们的属灵 领袖的责任 但是我们负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就是服在上帝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记得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是善良的 存全的 是可喜悦的 他在你生命当中 已经有一个伟大的命定 求主恩待我们 感谢主 当我们的主耶稣 他放下了他的自己 他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 但是弟兄姐妹 神是不是要 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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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待耶稣基督 不是的 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他就结出 许许多多的子力 是的 就是一粒麦子 这样死了 弟兄姐妹 现在全世界 有20亿的基督徒 这是不可示意的 27亿的基督徒 那我们就看见上帝 伟大的计划 就透过主耶稣 一个人的顺服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就是顺命的百姓 我们不是悖逆的百姓 我们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看见上帝 伟大的计划 就要一步一步的 实现在你的身上 上帝与你同在 祝福你 让你每一个日子 都充满了神迹奇事 主与你同在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